好 我們現在這兩台設備都已經連上我們的Miracast 那現在是DLNA Wi-Fi模式 那我們先用左邊這台iPad 來 我們來先秀照片的部分 好 現在運作都是正常的 好 速度很快 好 那這同時呢 他在秀照片這邊 我用我的iPhone 播放影片 好 這邊已經顯示AirCrate正在播放了 好 我們來看大螢幕 螢幕開始正常播放 好 那到這時候呢 我又再拿回我的iPad 再使用秀照片的功能 再轉換照片的部分 那這時候因為我的iPad後使用 所以說他會把訊號員搶走 這樣就使用了 變成訊號員來自這台iPad 所以我現在移動的話 iPad的 訊號員都在iPad這邊 好 所以說 現在我在使用手機 我在選影片影片播放 好像影片開始正常播放了 我再使用iPad這邊來播放影片 好像影片開始正常播放了 我再使用iPad這邊來播放影片 好 現在變成iPad的最後使用 好 現在變成iPad的最後使用 所以信號員來自iPad這邊 那現在等待iPad的影片播放 好 那這樣一切運作都是正常的 這兩支平板跟手機同時使用的話 我們測試過部分都是正常的 影片跟照片的播放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在這裡不見 好 很 中行 similarity